听说过利伯海尔吗 没听过也正常 因为我也没有听过 这是乐高版的利伯海尔的起重机 它组装完成之后 真的是有那种起重机的效果 而且组装完成之后 它整个这个高度有 没有太高 但是也有一米多 然后展开这个臂长 足足有一米五 很夸张的 确实挺夸张的 官方推荐拼拿时长 足足有两天 然后也是有两本很厚的说明书 陌生 太陌生了 无从下手啊 实话说它零件只有2883个 不算很多 但是它是属于机械组的 就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还是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 所以还是比较耗时的 好了 那么又开始消耗我的寿命了 主要被上次搞出阴影 所以现在每插一个包装 都要仔细检查 它里面有没有遗漏的一件 现在这个它还缺了那个零件呢 如果我懒得去 接近两个小时 跟那个什么玩意 两个小时就拼了一个 连底座都不是的一个东西吧 但是我们这个起重机有那么高 那么宽 确实没有个两天感觉是拼不完的 不会吧 不会要先装电池吧 说明书上说就是 这里要先装电池 哇 然后这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吧 哇 这个拆不下来的呀 应该不是 它绝对不能是 它和电池长得还挺像的 然后底下还有根线 我以为它要先 然后我发现拼这种机械组 它有一个很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不能拼错 就像刚刚那个 万一你忘记把电池放进去了 那真的 答案像我那么严谨的人 是不会的 朋友们拼乐高最崩溃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我现在需要这一根 但是我整个桌面上完全没有 这一根很像 但它不是 哇 这真的是最崩溃的事情 不是按理来说 这么长不可能丢件的呀 要么就是自己装错了 但自己装错的话 应该也会有一根 差不多 拼了6个小时 这个底座逐步清晨了 那也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去重新配一下 缺失的这个零件 2000年以后 没有故意搞节目效果 真的是缺这个配件 我花了48块钱 好嘴费才买到的 然后没有灰色 只有黑色的 发了7小时 这基座终于完成了 但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 有一个那么长的连接 很有可能拼错了 我们用手机试一下它 点测到端口连接错误 查到了 它说 点是连接错误 就是拼错了的意思 建议您再重新拼接哦 误会面吧 赶紧的 累了 主要这个东西零件贼多 你一拆的话就全部拆了 我真是薄了 应该是没有评错 应该是要更新一下它固件 这次应该可以了 哇 像左右履带弄反了 那么让我们继续 争取在15个小时内完成 很уж熟 请教我预言家 真的就是用了18个小时 然后上半部分拼了9个小时 下半部分用了9个小时 它就是拼的过程中不能出走 而且它有这个缆线 这个缆线巨难理 这个线真是又多又长 比越老那个红线都要难理 然后我们现在来解练一下 它到底能不能用 因为我拼了高那么久以来 从来没有生下过那么多零件 它在升高 成功了 哇 哇塞 哇 什么声音 我已经学会了 而且我好像没有翻车 看往前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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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哎呦 挺有意思的 牛啊 全龙白尾 很灵敏哎 这个东西 我们先来拿一瓶旺仔牛奶 一瓶旺仔牛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那五瓶呢 我对自己制作的这个乐高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已经花了好多天的心血 哇五瓶 哇 哇 好牛啊 我现在手机操作里那个小方框是它的承受力 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这么厉害的吗 那剪第二个一瓶呢 疯狂报警 哦是我傻了 我忘记了 可是有这个赔重不快的 我就说这个怎么老往亲亲呢 直接给它上点强度 五瓶 一点都不会去浮的 就是一个自信 其实它最多可以提四斤啊 一般东西我们都是可以提的 你总不能把它真的当那个起重机用了 吃我一头盔 等一下 等一下 它也不是那么灵敏吗 哦 然后理论上这是它能够最远的 哇 大部分有一米五吧 我自己对起重机是没什么研究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利伯海尔的起重机拼完之后 还是相当震撼的 它细节非常的多 它这个整体结构还是非常精密 非常牢固的 虽然这款它的功能性和可玩性非常的强 但是它有一个硬性的要求 就是你的家调足够的大 就是可能没有给大家展示特别的完整 因为真的太晚了 然后它又特别的赶 所以就必须要发出来 然后我又不是那么的专业 除掉已经累到睡着了